今天現場帶您看到總統蔡英文 和副總統賴清德 耶誕業是特別出席新北市的 宜蘭縣同鄉會會員大會 只是兩個人是錯開沒有同台 掌聲歡迎總統 耶誕業總統蔡英文特別來到新莊 出席新北市宜蘭同鄉會會員大會 致詞特別稱讚在場的宜蘭老縣長 游錫坤 我們還要多謝 特別謝謝我們游院長 在立法院替我們協調法 現在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預算 我們明年的預算還在審議當中 已經進入到最後的階段 所以我們是不是 把我們的游院長打個刮鼓鼓勵一下 好嗎 台下宜蘭鄉親很捧闖 蔡英文也不忘感謝自己 2010年參選以來 宜蘭同鄉會的大力支持 甚至為宜蘭高鐵設站許下承諾 雖然說宜蘭在哪裡設站 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也大致都整合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交通部可以加速來作業 後面的進度找那個院長就對了 蔡英文游錫坤 綠營明代和同鄉會排排座 合影留念 也但也民進黨上下騎過節 不過卻少了副總統賴清德 或許是因為維安考量 才來兩人錯開梅同台 等到蔡英文離場 賴清德才來 感謝同鄉會支持 因為藍營執政的宜蘭縣 卻成功擋掉四項公投 蔡英把握耶誕節慶 普通出席 不難看出 2022拿回宜蘭的決心 記者最後報導